全伦敦最高大上的地方 牛津街 邦德街 摄政街 随便一条街都是伦敦的购物天堂 而今天带大家逛的 是英国皇室和各鲁名流们都爱逛的一条小街 Burlington Arcade 这是一条购物长廊 可以说这是200年前英国最早的购物中心 而现在这里全是各种高端格调的小店铺 这些店铺的老板和店员们 也都是自己各自领域的专家 在这里逛街的感觉 你会发现你不但能找到很多其他地方找不到的东西 而跟这些老板们一聊 你会发现你各种奇奇怪怪的冷知识又增加了 美好的一天 让我们先从一杯咖啡开始 Noxie Brothers 有人说他们这是伦敦最好喝的咖啡 是不是最好我说不准 但是他们的老板可是真的帅 来一杯冷脆 发现他们家的咖啡跟牛奶混合的感觉 无比好 虽然我不是咖啡的行家 但也能感受出那一股回转的层次来 他们自家的咖啡豆 用了四个国家的咖啡豆混出来的风味 为什么要混这么多 跟老板聊了一下才知道 他们之所以用四个国家的豆子 是因为万一啊 如果某一年某个国家的豆子 因为气候啊等等原因风味不好的话 他们依旧可以通过调配其他的几种豆子 来让整个咖啡保持的类似的风味 如果只用两种豆子混的话 你要是其中一种某一年的味道不好 那整个口味可就变了 好吧 原来如此 无用的冷知识又增加了 逛完咖啡 我们再去看包 Quan Pen 一个专做鳄鱼皮的品牌 店里放眼望去 真的全是鳄鱼皮 五彩斑斓的鳄鱼皮 店员说 他们每种颜色的包只做15个 而且整个的价格似乎很美好 但我更喜欢的是跟他们的店员聊天 各种长知识 聊了才知道 原来做这么一个包 需要用到三张鳄鱼皮 外面一块 里面一块 两边还要一块 之所以用的是这么小的鳄鱼 是因为他们的鳄鱼皮 都来自肉用的鳄鱼养殖场 鳄鱼只有没有长大的时候 肉才嫩 所以这种鳄鱼皮包的皮园 都是这种小鳄鱼 而且 从种类上分 其实这皮包还分成Crocodile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鳄鱼 以及Alligator 也就是短吻额 那怎么区分呢 Crocodile的鳄鱼皮上的每一个鳞片上 都有这么一个小孔 这是鳄鱼呼吸用的气孔 而Alligator短吻额的皮上 就没有这样的气孔 好吧 那这下你就可以一眼看出 这个包包究竟用的是Crocodile 还是Alligator的皮做的咯 最后的最后 他们的镇监之宝 就是这个包 13000吧 看完了包 我们再来看看鞋 Croken Jones 英国一家140年历史的手工鞋垫 可以说 他们这一直用的是英国最传统的制鞋工艺 看看这鞋底的做工 就知道了 也是跟他们聊过之后我才知道 为什么鞋跟的这个位置 要切掉一个小脚 那是因为早年前 英国的绅士们流行的是这种挑边的裤条 一不小心 就会被内侧的鞋跟勾出线头来 所以当时的很多制鞋匠 就把内侧鞋跟的这一边削掉了一个小脚 这样就不会勾到裤腿了 而他们的正殿之宝嘛 就是这个007特别款 为什么这会跟007有关系呢 因为现任007的扮演者Daniel Craig 是他们家的粉 在美眼007之前 就穿了很久他们的鞋子 于是他们的鞋后来就顺理成章的 成了007的装备 在最近的几部里 其实都能看得到 无论是跟各种西装搭配的 这正装鞋款Hybrid 又或是在野外上天入地时的 这种小皮靴Moulton 能这么各种打斗飞奔的皮鞋 看来不可能难穿 对了 既然看到这双鞋 那顺便考考大家一个小知识 这双鞋 它用的是Crocodile 还是Alligator的皮呢 你还记得吗 你看 前面的知识是有点用的对吧 接下来 让我们再去看看表 在Burlington RK里 有好几家专门做各种名表的boutique 树叶有专攻 他们各自也有各自专攻的对象 比如这家Vintage Watch的店里 有超过一千块 各种年份的古董劳力士 想搞一块自己出生那年劳力士 这里绝对可以找得到 而他们的老板呢 就是一个专攻劳力士的专家 甚至自己还写了本书 他聊起劳力士来 简直如数家争 他也展示了他店里的各种产品了 比如这各种年份的Daytona系列 以及这彩色表盘的Stella Dial系列 他说 他们这各种颜色的表盘 收集的是最全的了 也还有这样红绿宝石一对的组合 这里呢 也能找到当年全世界第一款能防水的万表 就是劳力士的这款Oyster 当年为了证明这表真的能防水 1927年 他们让英国游泳运动员Mercedes Glitz 脖子上就挂的这块表游过了英吉利海峡 在海水里泡了十多个小时 丝毫无损 至此之后 劳力士一游成名 至于这套Arc Deco风格的万表嘛 历史还要回到一战结束之后 当时各个国家都在重建 而战争的残酷终于可以被甩到脑后 人们开始了极致的享乐主义 于是在这个时期里 形成了各种Arc Deco的风格 劳力士也在这段时间里推出了这些Arc Deco风的万表 丝制的表带也是各种典雅 在这最老的 大概就是这两块1915年和1916年的 这回 人们才刚刚开始从怀表向万表所转变 这是两块给军官设计的万表 为了防止在马上表面被磕坏 专门还设计了这样的保护罩 而这的镇垫之宝嘛 就是这个Paul Newman Daytona了 当年影帝Paul Newman 生前几乎每天都戴的这块表 当时直接带火了这Daytona系列 而他戴的这同一款也被称为Paul Newman Daytona 而就这块表的价格20万银吧 看完了劳力士 我们再看看另一家 Somlo Antique 这也是一家专门注重于古董珠宝和古董手表的店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当年被宇航员带着登月的同款Omega 又或者是这每一个都像鞍唇蛋一样大的珍珠项链 在这儿 你能买到这些原本只有在博物馆里才能看到的古董怀表 每个都要六七万磅 而这的镇垫之宝嘛 居然是这款看着很普通的Omega表 但是它叫Omega Ultman 一块Omega怎么还能跟奥特曼扯上关系 这还要从50年前说起 据说当年奥特曼的作者是Omega的粉丝 于是在1971年的一集里 一块Omega的表居然在奥特曼里出镜了 而这款表呢 也是Omega给奥特曼拍戏时特别定制的一个款式 而店里收藏的这一块 是当年一个驻扎在香港的英国军官买下的 随后他自己收藏了几十年 后来转手卖给了他们 据说店里甚至还保留了当年这个军官写给家里的信 上面写着 赶紧给我打钱 我看到了一块表想买 好吧 因为这款表是当时拍戏时定制的一批 总共生产了不到50块 于是他们表示 这块表他们一般不卖 将作为镇垫之宝来收藏 好了 看了这么多我们买不起的镇垫之宝 我们再去逛逛一些女生们都感兴趣的东西怎么样 香水 先看看Roger Parfum 这由调香大师Roger Doe创立的品牌 走进他们店里最大的感觉 好气 无论是整个店里的设计 还是在这里享受到的服务 我们怎么才能从这无数的味道里 选出自己最喜欢的香型呢 还有什么 能比这么一位美女来帮你现场试香 更美好的事情吗 跟着她一顿狂聊 发现还能学到各种用香的知识 也是那天才知道 喷香水最佳的部位是锁骨勾或者手腕 但千万不要擦在耳后 因为耳后出油多 会改变香味的施放 男士们还可以喷在西装的内侧 而女士约会晚宴等坐着的场合 可以喷在膝盖的背后 坐下之后 香味会往上散发出来 而这里的镇垫之宝嘛 那自然是这款罗甲本人自用的同款香型咯 它是在每年9月它生日的时候限量发售 号称 这么一瓶里用了100多种香料调成 甚至里面还放了金箔 然而 万万没想到 这金箔确实这瓶香水100多种成分里 最便宜的原料 好吧 罗甲先生他只是想幽默一下 香水里放金箔又咋了 反正这是最便宜的 金箔其实还比不上我这瓶里的香料粿 好吧 无论如何 最后我在这里选到了自己的香型 开心 如果说 在罗甲这感受到的是一股现代的奢华的话 那么在旁边的这家Penthaligon里 你能感受到的 是一股古典英式的香味 这家店创立在1870年 到现在 手握着两个皇室认证 查尔士王子和菲利普亲王 就在用他们的香水 而在这儿 你同样可以约一下他们的个人嗜香的服务 半个小时不到 居然是了快20款 你会发现他们调香的触角在往各个不同的维度延伸 有的温婉 有的浓郁 有清新 有典雅 有抑郁的土耳其风 还有浓浓的男人风 如果就算这样你还找不到自己喜欢的款式 这里还可以给你现场调香 这烧杯漏斗一夜馆 猛然给了我一种冲回实验室的感觉好吗 而也是在这里 我闻到了当年戴安娜王妃最爱的香型 Blue Bell 一股充满植物 花园 和泥土的香味 如果当年戴安娜从你面前走过的话 给人的感觉就是如此的甜蜜 有空多逛逛的话 还可以在逛逛这里的各种珠宝店 或者女王和007都用过的箱子店 Globe Charta 还有Manolo Blahnik 这里有他们唯一的一家难写的Boutique 又或是来一盒Lucky Ray的 马卡龙 话说 他们在这儿的这家店也很有来头 几年前他们专门找了一个设计师 设计出了这么一家金灿灿的店面 那么问题来了 怎么才能把整个店铺做得这么金碧辉煌 当然是直接用真金 他们整家店用18K斤的金漆打造 怪不得 至于他们家的招牌马卡龙 我就不用多余介绍了 马卡龙的五颜六色 那最后怎么才能调出一个金色的马卡龙 当然还是直接用真金 在这里我有幸吃到了他们的中秋特别款 金箔马卡龙 有没有很闪 Burlington Arcade就是这样 在这里您都找到的 都是各种高端又有格调的Boutique店铺 也怪不得 英国的各种名流们都会选择来这里买东西 而我们今天逛的 远不是这里的全部 好吧 逛累了 我们找吃的去 出门左转 海底捞 海底捞跟Burlington Arcade又能逞上点什么关系呢 当然有 最近为了赢中秋 海底捞跟Burlington Arcade推出了特别的联名菜单 据说是主服Chef Lin 专门到Burlington Arcade里找灵感想出来的菜款 第一道Dance of the Sea 海之鱼 三文鱼蟹虾的搭配 满满的鲜美 而第二道就是这么一块丝绒海绵蛋糕 淡奶油的奶香感完全不腻 最后再来这么一道鸡尾酒 它叫Tropical Burlington 最近的一段时间 在伦敦Piccadilly的海底捞里都能吃到这款菜单 当然在这三道之后嘛 还是要来一顿咕噜咕噜的火锅 那才过瘾的咯 好吧 今天我们是逛也逛够了 吃也吃饱了 那这期就到这里吧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